其實啊我在這裡尤其蔡奇昌副院長今天的講話 我有很深的感觸 現在民進黨不再做防疫 甚至把罷韓做成一個重要的政治焦點在這裡推動 我們看韓國瑜市長最近對中央提出非常多的防疫上的警訊 我覺得這些警訊是中央跟地方要積極的配合 做好防疫作戰 可是我們看到蔡奇昌副院長 今天不僅不思怎麼樣來協調把防疫的工作 不僅在高雄做好 甚至在全國各地做好 反而用這個作為一個政治提款機啊 來黑函 其實現在如果民進黨真正要協助高雄把防疫工作做好 最基本可以做的事情就不要有政治操作 不要有政治鬥爭 現在停止罷韓的行動啊 真正來做防疫 尤其現在罷韓也是一些活動 這些活動就會增加社區感染的機會啊 這是防疫最壞的一個示範就是我們也不希望國民黨的黨黨主席選舉啊 造成一些防疫上的漏洞或者影響到一些我們支持者或者黨員的健康 所以當初洪秀樹主席在提說如果我們現在社區感染有可能發生或者已經啟動國安機制的時候 我也公開呼籲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應該暫緩黨主席的選舉 等到我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後啊 我們在恢復黨主席選舉 我們取決的標準就是有沒有社區感染的危險 政府有沒有啟動了國安機制作為我們一個評定的標準 當然這個也要由黨中央來做決定 這個吳思懷在約他昨天的那個書面集數有批評蔡英文上那個姿勢太后 然後有被外界罵 那他今天早上他覺得說其實主要是提醒說那個台灣不要輕起戰端 還特別提到像好副主席一樣要有善意的 我同意吳思懷的看法啊 他現在做一個立法委員尤其是在野黨的立法委員 本來就是要善盡在野監督的責任 發揮他立法委員的職權 可是他早上還說畢竟我們是弱者 讓很多台灣人很生氣 我覺得怎麼會這樣子有點像同學的感覺 什麼 他說畢竟我們是弱者 然後那很多民眾覺得好像 好像是同學一樣 其實我要重複我經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以大事小要能容 以小事大要能忍 弱者要能忍 可是強者要能容 我想這樣朝野才能夠共同的促進我們立法院的和諧 讓我們的政務能夠順利推動 基本上我想他從一個軍人出身 他應該瞭解我們目前國訪的一個狀況 所以站在一個在野監督執政的角色 他從他的專業去提出他的意見 當然能不能在這個受訪的時候講得很清楚 這是一件事有可能會講得不夠完整 但是我們期待他在未來的質詢 還有相關的法案的辯論當中 能夠提供更完整的一個論述還有資料 我想兩岸我們當然不希望有衝突 我們也不是未戰 我們是認為不求戰 但是我們備戰 可是不代表我們未戰 台灣的安全永遠是放在我們心中的第一位 我們的國防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在野黨的天職 就是為人民講話 捍衛國人的生命財產 我想任何一個人擔任黨主席 都必須要去協助韓市長度過這個罷免的一個挑戰 那可能也不光是黨主席 因為罷免韓市長其實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其實也是對國民黨來講 等於形同是否決跟否認 所以在這邊我必須講就是 韓市長作為國民黨的一份子 是我們在公職上面 代表國民黨在地方的執政者 所以他執政的好壞 當然也攸關國民黨的一個未來 那國民黨能夠做好的改革 我相信對韓市長 這個度過罷免的挑戰也是有幫助的 所以在這邊我必須講就是 韓市長作為國民黨的一份子 是我們在公職上面 代表國民黨在地方的執政者 所以他執政的好壞當然也攸關國民黨的一個未來 那國民黨能夠做好的改革 我相信對韓市長這個度過罷免的挑戰也是有幫助的 那韓市長能夠專心把他的施政工作做到最好 重新找回人民對他的信任跟支持 還有國民黨能夠好好徹底的把改革工作做好 我想這兩個是相關而且是相輔相成的 什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